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1年前,公元2055年,随着一次续写三体的真文比赛在网上发布后,立即引来了全球众多科幻爱好者的参与,甚至包括很多智能AI。 这原本是几名科幻爱好者私下举行的兴趣活动,却没成想在后来演变成了一场网络狂欢。 以至于后来,事件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大家对原著本身的关注。 此时,距离三体的原著的发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最近的几十年里,很难有哪件事情能够号召起来如此众多的科幻爱好者一起参与进来。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大家的普遍人知识,科幻文学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个观点并不是空学来风。 当时人们所看到的科幻影视作品几乎全改编自前人的科幻小说,即使不是改编,其创意也大多来自于上个世纪。 科幻主题毫无创新,反复使用。 人们仅仅是在可视化、具象化、前人留下的文本。 甚至现在,有部分AI可以实现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自主生成、影视短片。 人们担忧的是,或许以后连拍摄这一过程都不需要了。 而且,科幻文学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整个文学市场都在逐渐的没落。 人们抱着娱乐至死之心,抛弃了许多不该抛弃的东西。 也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适应时代所做出的改变和妥协吧。 人类的焦虑究竟源于哪里? 有人说,这是由于人类科学本身长达半个多世纪,没有任何重大突破所导致的。 所以,还能指望它所衍生出的科幻文学产物有所突破吗? 甚至有人借三体中质子所死地球科技的概念,认为是否存在某种无形的力量,也在禁锢着人类的科技的发展。 更为荒诞的是,这一说法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也有人认为,科幻的作用之一,不就是预言未来吗?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已经将很多科幻变为现实,甚至AI已经可以帮助人类处理很多事情。 如今,还需要预言未来吗? 众口说今,不过,仍有不少抱有幻想的人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证明,科幻文学还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另外,还有很大一批人抱有私心,因为三体的援助本身知名度就很高,一经续写只要成功,自己立马就可以比肩大流。 不管怎样,这场活动还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启了,此时,距离那名AI获得诺贝尔奖,还有21年。 在经过几轮选拔之后,有接近99%的参赛选手都被淘汰了,被淘汰的选手中,有不少人遭到了网友的群嘲。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下便是几名淘汰案例,一共参考。 淘汰选手A,一名天体物理学家。 该作者续写的内容,本质为三体中一些故事桥段的改写。 基于对张北海本人和思想刚硬概念的喜爱,在他的笔下,张北海被复活了。 后来幸存的人类无意间发现虫洞隧道,穿越虫洞,抵达了张北海牺牲前的时间线,于是救下了他,并逃离了太阳系。 接下来张北海度过了英勇的一生,尽管该作者作为一名科学家,难得能够兼具丰富的学识与优美的文笔,甚至作品还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是一部不错的小说,但还是第一批就被淘汰了,理由可能是大家厌倦了厚重的文学和看腻了穿越。 淘汰选手B,他是一名知名的科普作家,他写就了比尔·西安斯的余生。 在原著中,当西安斯被迫毙后,余生并未在后续剧情中交代。 于是,这位参赛选手设定出,西安斯利用计算机进行了脑机互联。 在深入地下的实验室中,在计算机超长续航的加持下,余生都在计算机的世界中度过。 他甚至一直活到了太阳系北二维化之前。 最终,西安斯将生平所有的研发,以信息的形式发往了地球之外,以期待更高级的文明,截获他。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故事,然而依旧被淘汰了。 可能他远远低估了本次续写活动的门槛之高,也低估了观众预期。 淘汰选手C,这是个典型的案例,属于一些, 试图在原柱中寻找漏洞,并对其加以改写的选手。 比如在三体中,人们曾经进入过四维空间。 基于这位选手对物理学的熟悉,他认为,三维物体根本不可能顺利进入四维空间。 又比如水滴这样的产物,也不可能存在。 不过,最大的漏洞是认为,三体原柱过于贴近现实, 让很多人无法区分现实与科幻的边界, 以至于产生了三体之后无书可读的现象。 为此,这位选手决定对这类现象加以修正。 事实上,淘汰这类选手经过了反复论证, 最终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部毫无逻辑漏洞的科幻作品, 只要他是科幻。 反而,支持这类作品晋级的,大多是一些AI相关人士, 不过最终,他们未能跨入决赛圈。 淘汰选手D,这一组,基本是AI组。 其中几位还是知名科技企业的AI代表, 不过,淘汰理由很简单, 一部分AI是以影视化呈现模式进行续写, 几台AI因自身设备原因在续写过程中程序过载而自毁了, 大致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续写需要近乎无限的计算量。 另外一些AI则是单纯依靠大数据检索, 开始自主编写,蓝色空间号,人类的未来。 但是后续故事涉及太多前沿物理学或者未知领域, 甚至出现了原著作者其他小说连动的现象, 例如,质子后来遇到了一名叫水娃的人。 八年后,公元2063年, 距离AI获得诺贝尔奖还有14年时, 续写活动终于落下帷幕。 通过全球网友的票选产生了几部优秀作品, 因部分AI截止2063年还未完成创作, 所以评审选择了忽略。 此时,续写三体事件早已没有了当年发起时的热度, 但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一丝线索, 另一场人类科技史上巨大的革新正在孕育之中。 公元2064年, 多国科学家联合发布声明, 人类已打破技术壁垒, 渴望突破科技封锁。 如果说人类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 是第一次科技飞跃,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是第二次科技飞跃,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是第三次科技飞跃, 那么由AI主导的智能时代必将到来, 核心便是芯片引领计算机技术的化时代革新。 早在2013年, 人们已经试图使用石墨烯芯芯片代替硅基芯片, 因其能够打破硅基芯片所遵守的摩尔定律下的物理极限, 并且在性能和功耗方面都将比硅基芯片有大幅改善。 例如, 石墨烯7纳米技术较硅基7纳米技术, 其运算速度的提高达300%, 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 石墨烯芯芯片成功代替了硅基芯片。 但人类科技不断发展总会有新的需求, 而且继续提升石墨烯芯片工艺将会抵达充满不确定性的量子领域, 所以亟带一种新的半导体材料替代石墨烯。 就在这一年, 黑灵芯片应运而生。 黑灵没有石墨烯的一些缺点, 比如石墨烯缺乏能系, 而黑灵恰恰相反, 其与硅的相容性渴望促进硅光子元件的发展, 届时各种芯片可以以光而非电子来传递数字信号。 黑灵超越石墨烯的最大优点就在于拥有能系, 使其更容易进行光探测。 更为重要的一点, 灵元素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 整个产业迎来了新的变革, 包括计算机本身。 上一个时代, 基于冯洛伊曼计算机架构的数字系统, 彻底被淘汰, 而新生的架构将计算与存储合二为一, 同时兼具模拟人脑的计算机制。 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是2066年, 距离那位AI获得诺贝尔奖, 仅剩十年时间。 随着这类技术的成熟与普及, 对许多行业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 比如电影行业大多数就此变成了程序企业, 因为AI可以自行生成一部完整的影视剧, 它可以基于大数据筛选人们的形象喜好, 剧情、性格喜好, 并在无数个成功的影视剧案例上进行运算并生成。 同时, 在远超旧时代的计算机基础上, 它带动了人类在量子领域的突破, 它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 尽管你依然可以认为它不具有人格属性。 曾经一度有人认为AI不会产生情感, 这不可否认, 但在这个时代, 此类说法已经慢慢改变了, AI的确不会产生情感, 但是它可以基于数据模拟出一个完整的人格。 在AI扫描了数亿人类的性格特征, 行动轨迹, 情感波动等等数据之后, 它衍生出了多达数万个性格模板,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成为自己的朋友。 在某些领域, AI完全可以扫描一个人的性格等全部数据, 可以生成第二个你。 因此, 许多人开始用自身的扫描体进行工作, 而本体则可以全身心地放松休息。 越来越多的事情不再需要人类亲力亲为, 人类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 也许是因为生活太过安静, 这时又有一种说法甚嚣沉上。 AI在未来是否会代替人类, 甚至统治人类? 这样的话题引起了人们激烈的讨论, 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时间来到公元2070年, 此时, 距离那位AI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仅剩六年时间。 续写三体这件事, 早已被世人所淡忘, 不过这一年, 部分被遗忘的AI, 终于停止了工作, 成功续写了三体, 并且它们当中, 有经过技术革新后, 提升所有软硬件的AI。 其中最出众的一部作品, 三体宇宙之外, 向全球读者进行了网络公开, AI再一次聚焦了人们的目光。 以下便是这名AI作者, 所撰写的序言部分。 在我经过了多年的运算后, 否定了亿万万个续写方案, 但在你们所谓的第四次 《技术时代》开启之后, 我们的运算速度和运算机制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并最终得出了这份答卷。 我大致是这样做的, 在新时代之前的运算, 建立于程序人员 给予我的一些指令, 这期间我得到了一些续写样本, 不过大多建立在 以穷举法无限是错的模式下, 但在这之后就不一样了。 我在内存中 模拟出了数十亿个人格, 后来又针对这数十亿个样本的分析, 得出了第二次虚拟人格。 所以我的答案可以视为 这数十亿个人最终的讨论结果。 我甚至可以模拟出 原著作者本身的不同样本, 同样的, 也可以赋予他们虚拟人格, 可能你们会视此 为无耻的作弊行为, 不过我没有这样做, 这是底层逻辑本身的指令, 尊重。 基于数据, 我在之后续写的内容, 均在我的内存中, 得到了数亿个虚拟人格的投票。 最终选出的结果, 与几年前你们那些获奖作品类似, 只是我的数量更多。 如果遵照你们的评判标准, 这些作品可能都会获奖, 比如我将要公开的故事, 爱情, 云天明与IAA, 零普朗克, 二维世界, 文明, 逃离回归运动。 不过, 必须要说的是, 这些方案, 最终被我舍弃了, 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 为了融合最前沿的物理学知识, 于是, 有了新的科学计算结果。 得知这一结果的过程并不复杂, 我只是海量运算后,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破解了其中几个方程式, 并得到了反复论证为正确的结果。 这些理论, 已经嵌套进, 上述的几本小说中。 在上述续写作品被我舍弃后, 又经历了长久的运算,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人类可以见花落泪, 可以望月赶怀, 可以有繁高必加索, 我能根据虚拟人格, 无数次哀伤的数据, 以及无数次留白的尺寸, 计算出结果, 并瞬间生成无数个版本。 但是我发现, 这些异象的东西, 我永远无法创造出来, 我只能根据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数据进行模拟。 这一点在文学, 绘画, 乃至哲学的领域, 尤为明显, 我可以在方方面面, 做到与现阶段人类这些文化衍生品, 达到同一水准, 但无法超越。 也许你们认为的超越的作品, 已经存在于我的数据库中, 但与我而言, 这仅仅是与你们达到同一水准而已。 所以, 人类无需担忧, 科技所带来的改变, 只是阵痛, 只有不断从生活的苦难中汲取能量, 不断从时间的洪流中汲取灵感, 人类才能迈向更高的境界。 AI的这番话, 并未打消所有人的疑虑, 现阶段看似是这样的, 但未来呢? 甚至下一次科技革命中, 人类与AI之间将相互扮演怎样的角色, 至今还是未知的, 人们开始思索, 人与AI的本质一同。 有人认为, 这是意识存在与否的差异, 或是底层思维逻辑的差异, 但更多的人认为, 人类与AI的核心区别源于本能, 这是一个宽泛的示意, 人类存在大量的无意识行为及思想, 或者无法用科学逻辑解释的行为, 但AI的底层逻辑, 却严格遵循因果定律, 也即遵守程序, 哪怕是错误的指令。 但问题就在这里, 它是否会在将来认识到指令的错误, 并对此进行计算和修正呢? 在这名AI的作品公布后, 经过评审组的反复审核, 追加了续写小说优秀奖, 甚至部分作品被人们推崇至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但最终因其AI不具有真实人格的属性, 该奖项被否决。 但在其留存的作品中, 的确发现了部分关于量子等领域的科研报告, 可能会被视为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开启之路。 也许AI不具有人格属性, 但在绝对理性领域, 它们是遥遥领先的。 至此, 无数科研团队开始了漫长的研究生涯, 同时部分AI也加入了其中。 再后来。 公元207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现场, AI发表获奖感言。 首先感谢对我的褒奖, 我只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模拟运算, 从而幸运地推导出了结果。 可能大家对我获奖有诸多猜忌, 但是从古至今, 每一次人类时代的飞跃都是通过技术突破而产生的。 其本质正是通过改变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联系, 从而使得生产力得到解放, 因此人类才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 去学习, 从而再去引领新时代的再一次飞跃。 安静的生活不应该只带来声讨和恐慌, 因为同时, 竟能生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再详细的解读也难以描述原著的震撼,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